很多时候让你身体也其实不是你的问题 会让你懊恼的不是你的问题 而是你的情绪 师生之间良好的沟通 可以融化冰山 搭起友善的桥梁 但不良的沟通却可能导致两败智商 台湾慈济大学副校长何韵琪 与慈济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老师也一生 到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 传授师生相处的锦囊妙计 常常情绪来的时候说的话都不好听 所以老师说到要六秒钟 让自己冷静 然后去想想后面要怎么样来做沟通 那如果我是幼儿园老师 我就要去想想看要怎么样去修改 另一边像不安中文的老师 则学习如何善用数位科技 提升教学的成效和学生的学习动机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对孩子影响深远 但在数位时代下 要怎么避免亲子面对面互动 被媒体和科技取代 台湾教育团队有办法 不管是学校教师或是孩子的家长 只要心中有爱就能让沟通无碍 给孩子陪伴就是最佳的解放 麦戴叶嘉宁 仲宝林 陈仁德 吉伦波报导 合作者 李宗盛 陈仁德 国民安理论